今天我們來到了台東外海 美麗的蘭嶼島 在這個風和日曆的好天氣中 我們要拜訪這所小巧可愛的學校 就是台東縣椰油國小 在本集節目中 我們將帶著小朋友們 一起學習拼板舟的製作 並認識許多有趣的科學原理喔 今天的科學小煎冰 是我們野油國小一群熱情 活潑充滿朝氣的小朋友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學校後面那一顆石頭 那是什麼 饅頭山 哇 這個是我們學校的地標啦對不對 好 今天呢 我們刀路崩樹 這裡有一個很有名的就是 我們這個是什麼 拼板舟 在製作我們拼板舟裡面呢 有很多很多的老人家的小技巧在裡面喔 你們想不想知道啊 想 走 一塊塊的木板 到底是如何拼成 這麼大的一艘船呢 現在就跟我來去看一看吧 馬人公 李中路 馬尼龍 用心保存 島族 傳統拼板舟製作技術 我們刀路崩樹的這個 拼板舟很特別 你看這是一塊一塊的喔 為什麼我要一塊一塊這樣拼舟 沒有那麼大的木頭整塊來做嘛 所以說我們是一棵樹 然後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然後把它拼湊起來對不對 不是啦 因為這個是可能只有一棵的木頭 所以有不同的樹喔 對對對 這個就不同的樹 那這一棵呢中間的呢 這個是藍椅的翻龍眼 為什麼要用這麼硬的一個龍眼樹呢 因為你出海然後回來就是用推的吧 喔 要推下 推下海的時候 對 推上來就跟石頭一些摩擦 龍骨啊 就是船底這塊最長的主幹 它要夠堅固才經得起 上岸和下岸時 以膠原的摩擦碰撞 所以啊 我們一定要選用 直地相當堅硬的龍眼木 來製作龍骨這個部分 要記住囉 這要拔起來嗎 對 拔起來 哇 這裡面都有插銷耶 木釘 整個船都沒有釘子 都是用這個木釘來拼的 完全是用木釘喔 這個是假木釘 還沒有用針的 這毛是現在做零食的木釘 所以我就用桑腎 為什麼要用那個桑腎 那個桑腎 那碰到水的時候會膨脹 它會膨脹 會比較堅硬 對 比較密合 比較密合 原來船身這麼的堅固 而且只利用木釘來結合不同的板塊 秘密武器 就是玉水會膨脹的桑腎木喔 那我們這個 到底是怎麼樣把它拼上去之後 會很密這樣 會用一個紅塗來做一個記號 這邊 為什麼要塗 你猜這個有原色的塗 那個塗的話 你才知道這個 兩塊併起來 這個上面有崩到原色的話 然後表示那邊還沒有密合 喔 比較突出 對對 比較突出來 所以那一塊就先削一點 突一塊 那就是不平了 對對 你就要把它削平 削一點 哇 這是老人家的智慧耶 拓印 紅土拓印耶 嗯 有了 這裡有一個一點點 這個時候就要拿刀子來把它 對 對 削了喔 板塊上有沾到紅土的地方 表示比較突 所以要耐心的削平喔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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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用壞掉啊 有紅土沒關係 它都塗很多 它都塗很多 接下來啊 再重複塗上紅土 進行拓印 其削平的步驟 喔 其實感覺起來 就真的很密了耶 哇 這樣子不斷重複 就可以做到這個 那我們接下來呢 塗那個 我們叫法肉 法肉 法肉就是藍椅的花椒 藍椅花椒 對 藍椅花椒 藍椅花椒 瓦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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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於芸香科植物 藍椅花椒到底是什麼呢 跟著達人一起去看看吧 藍椅花椒 在那個坑部這個地方 這個白色的 你說藍椅花椒 我以為 跟辣椒青椒是很像 結果是這個 軟軟的 膨膨的耶 對 對 對 到一棚 塞那個 船船的那個縫裡面 哇 這個就是藍椅花椒啊 沒想到它竟然是一棵樹 輕輕的挖開它的根部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米白色 軟軟的 鬆鬆的 很像棉花的纖維 這就是我們在做平板之後 最重要的一個東西 就是要把它塞到縫裡面的 馬朗 謝謝你教我 謝謝 我們把採集完的 蘭嶼花椒纖維 帶回去後 還要把它曬乾 去除多餘的水分 再用力拍打 使它更密實 這個時候 就可以把它平鋪到 所要接合的板塊之間囉 不過我們就這樣鋪上去 難道不怕它一不小心 就掉下來了嗎 為什麼要用這個繩子 為什麼要用這個繩子 一個固定啦 就把這個 把肉壓下去 就比較 比較不容易掉 八字型的 哦 八字型的 哦真的耶 它是這樣子 這樣八字型 然後一直交叉 繞了一根之後 再繞下一根 刷開你放 好好好 輪 輪 一直扒嘛 對對對 到最後一根了耶 要怎麼收耶 往下一根 綁一下就好 繞一繞 這樣子嗎 這樣繞一下 固定一下 在造船的過程中 繞繩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步驟 以前的老人家 是使用馬尼拉麻 現在用棉繩取代 壓穩鋪好的蘭嶼花椒纖維 使船體組裝結構更為穩固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要怎麼用 可以併起來 併起來 合併了 好 木板拼起來以後 就可以把多餘的蘭嶼花椒削去 現在每一塊木板都結合得很緊密 一點縫隙都沒有喔 今天從我們馬讓在家 我們做拼板舟的過程當中呢 我學習到了我們刀落崩樹的老人家 他可是就地取材 善用環境資源的智慧喔 小朋友你可知道 這樣我們在造船的每一個步驟當中 我們都可以用很有趣的科學來去做印證喔 現在啊就請科學老師帶著我們一起親手做做看 小朋友我們老人家在做我們的拼板中很厲害對不對 對 你看我手上拿的是什麼 黏土 對 這個黏土呢 就是要讓你們捏出一條船的形狀 有沒有 然後啊 我們把這個船呢 放在這個水面上 我們魚要放在哪裡 船 船上對不對 對 所以啊哪一個有重量的東西 這個是什麼 錢幣對不對 對 看啊你們坐的船放在水裡面 然後可以承載多少個硬幣 船要怎麼做才能載更多的漁貨呢 現在我們發給小朋友們一人一塊黏土 讓小朋友們自己試試看 黏土船到底要怎麼捏 才能載更多的硬幣 哇小朋友都好厲害喔 每個人捏的船都好有特色 而且還能裝不少的硬幣呢 還要再加 好 我也還要 好…來一顆 看看你們可以載多少條魚 我還要一個 我們的小朋友實在太厲害了 我還要一個 我還要一個 來 自己拿 我還要一個 撐了 妳的撐了喔 他就撐了 1 2 3 4 5 6 6條魚喔 哇 你可以載8條魚啊 這邊還有一個硬幣 要不要試看看 可以載幾9條 9條 9條 9條就成了 好了 現在已經破紀錄了 9條成了 來 要不要試看看大五四哥哥的 看可以載幾條 來 哇 大五四哥哥的一條都不行 馬上撐下去 來 小朋友看我這邊 你們啊 想不想再做更大騷一點的船 然後 可以載更多的魚貨喔 我們分兩組 我們就用魚片 來拼一艘大的船 你這麼麻煩啊 我幹嘛要拼你們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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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跡要上來一點 哇 差跡要上來一點 可以可以 所以你們是怎麼做 為什麼要壓 為什麼要壓 因為它會變平平然後薄薄的 然後 你不要給它 如果它有一點 凹下去會凹上來的話 就不要再壓那邊去壓別的 要不然會破掉 要不然會破掉喔 欸可以把一個拉開 哇小朋友利用的是 身體的哪一個部位 膝蓋來把它做成什麼 一個碗的形狀 很厲害喔 喔小朋友 你們發現了什麼 剛剛叫那麼大聲 芋頭葉也可以用 芋頭葉也可以用喔 真的會浮耶 所以啊你看看 芋頭葉它長什麼形狀 這個形狀它也可以浮對不對 對 說不定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形狀 把它做成像這個形狀 看是不是可以再跟妳 好不好 動動的 從小船實驗中 小朋友們發現好像把黏土 盡量弄平弄薄就可以 裝更多的硬幣耶 是這樣嗎 來看看兩組的造船成果吧 先來測試一下 我們的男生這一組啦 到底可以裝到幾條魚 好不好 我們一起算喔 一條 兩條 男生組成果究竟如何 好緊張喔 35 3 3 4 3 4 35 35條魚了 要不要再挑戰 要 快點 怎麼了 成功35 成功35條對不對 好 現在我們女生這一組的呢 已經放下去會不會浮 現在趕快來裝看看我們有幾條魚 好不好 我們來看看女生組能不能打獲男生的紀錄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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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 6 6 5 6 6 7 一、一、一 老师,我们把所有的粘土都拼起来的时候 为什么可以载那么多的那个鱼呢? 这真的是很好的问题哦 我们请两位小朋友来 帮我们玩一个小游戏好不好? 好 好,来,现在呢 就两位小朋友呢 他们就握着拳头 那每一位小朋友呢 用单独的拳头来抓一把沙子 把它放在地上 好,这里是两个拳头 来,这边再来两个拳头 我们看看这一堆沙子有多少 这样是四个拳头能够握到的 对不对? 对 好,那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四个拳头合并 好,打开来 手掌打开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发现 中间的部分 本来是交界的部分 对不对? 对 就可以拿来呢 做更大的盛装空间了 好,那我们现在看看呢 在这个手掌中 我们可以装多少 来,两位小朋友一起哦 好,OK 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放在左边 好,哪边比较多 这里 所以呢 如果我们把很多木板拼起来 就可以做材料的最佳利用哦 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将纸盒摊开 并使它的表面积增加四倍 再平均分配重组 新组成的大纸盒 内容积近增加了八倍 所以我们达武族的老人家 就利用这个原理 将一块块的木板拼接组装 就可以造出一艘很大的船咯 小朋友,有没有看到 大武师哥哥手上拿的是什么 拼板舟 很像拼图,对不对 就像我们这个拼板舟 这个造型啊 就是我们在制作拼板舟过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哦 我们这样子把它卡上去的时候 你上下动一下 会掉出来吗 不会 那这样子,你上下动 哇,有没有分开了 所以以前我们老人家呢 就是知道这样子的原理 然后就把我们的拼板舟卡起来 就算我们的浪再大的时候 会不会很容易就把它冲开 不会,对不对 很坚固嘛,对不对 接下来呢 在制作船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步骤很重要 登登 这样合得起来吗 有没有蜜合 没有 为什么没有蜜合 因为一片嗷嗷吐吐的 这片是不是平的 这一片呢 尿尿尿 越野车是不是 那我们要怎么样 让这个变很平呢 涂掉 你直接肉眼割吗 涂这个 我们老人家造传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 红土 这个我们用颜料来代替我们传统的红土 我们要把颜料涂在这一面 平的 再把它盖上去 一拉起来 有沾到的地方 就是不好的要把它削掉,对不对 涂出来的 这个就是唾液 重复将颜料涂在平整的板子上 再用不平整的板子进行拖印 颜料就会在不平整的地方做下记号 方便进行修整 压下去 压下去 哇 哇 怎么样 更多 更多了 这就代表越来越平了 小朋友,有没有很密合了 有 来,我们打开看看好不好 全部都拖印到了,对不对 可是这样子就完成了吗 还 接下来还刷什么 木丁 木丁 对,很好 现在呢,要插上去,对不对 不能吃紫草 要先钻洞才能用木丁放在里面 要先钻洞,好 那我来 对啦,要先钻洞 看来我们达武族的小朋友们 从小看大人照拼反舟 比我还要更清楚造船的步骤哦 好,现在要放木丁,对不对 对 好,放好 当我们把下层板子的洞钻好之后 装进木丁 再来准备钻上层板子的洞 我们要注意 洞与洞间的距离不能差很多 上面和下面的洞也要能够对齐哦 这样子就装上去了,对不对 这样就可以下水了耶 不行 不行 那为什么不行 因为还有泡的 那有泡的怎么办 那有泡的怎么办 用起来 用什么泡 下面有碗的东西 法肉 法肉要铺上去 那现在呢 就是要有人帮我涂咯 涂上去 涂涂上去 要沾湿 对 现在呢 就要放我们的法肉 这个时候我们先在板子上涂点颜料 蓝与花椒比较可以均匀地铺好 不会掉 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直接把它合上去 对 不是 不是 那接下来要怎么样 用绳子 为什么要用那个绳子 因为要把它压住 来 谁用 我 好,你用 一个巴 然后再绕到下一个 下面那一个 下面那棍子 然后再交叉 好 好了 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要把它合上去啦 来 用力 这样合起来之后 是不是海水就进不来了 是 嗯 这个还要经过实验 现在呢 我还有另外一块 我们一起合力再把另外一块把它拼凑起来 但是这一次呢 我们绕的绳子要跟另外一个马朗做的一样 是绕S型的 还记得老人家的做法有分S型跟八字型的吗 现在我们一样涂上颜料 并且铺上我们蓝与花椒 法肉 再以绵绳做S型的缠绕 固定法肉避免掉落 最后啊 再拼上板块 就大功告成咯 现在呢 我们就要来试看看 到底我们 浇了这个我们的法肉之后 是不是防漏水呢 这里有一瓶水 我们要开始倒咯 倒咯 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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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再倒 还要 要不要再倒 有低 有低吗 有 还是很棒对不对 加了法肉的拼板 虽然没有百分之百的防漏水 但从实验中啊 我们可以看出防水效果 还是不错的 好 现在呢 这个是有没有放我们的法肉啊 没有 没有 来 我们倒看看 就知道 有放跟没有放的结果 好快喔 好快喔 哎呀呀 怎么会这样 你看我们蓝色的海水 第一只猫 没有了 蓝棉包包 所以你们以后坐船啊 蓝棉包包 坐我们的拼板之后 你要不要加我们的法肉 要 如果没有加的时候 会怎么样 这时候就会像 刚滑出去 刚下船 就很 潜水艇啊 对 你看像这个呢 不用我们特别做实验 光是这样子对着光看 好多缝喔 有细缝耶 对 因为再好的工艺 也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平整 所以这个补墙的工夫 是很必要的喔 在两位老人家不同的绕绳方式中 到底藏有什么神奇的科学原理呢 快来听听谢老师怎么说 八字型 这样缠绕 有没有 绕来绕去 它的重点呢 就是压棉花而已 对 棉被里面有很多棉絮啊 那如果呢 盖久了棉絮是不是会松掉 对 但如果我们一针一针的 就把这些棉絮 压在这个棉被上 我们就不会松掉啦 像我这个是 S型的 是这样子过来 然后再过去 再过来 好老师这边呢 有很好玩的游戏 给小朋友挑战 两只筷子 加一条橡皮筋 要把两个瓶子合并 抓一个瓶子 然后能够把另外一个瓶子 拿起来 老师出考题了 要如何用两根竹筷 和一条橡皮筋 串起这两个宝特瓶呢 听起来不太容易耶 小朋友 我们来脑力激荡一下吧 刚才小朋友 是不是把两只筷子 都绑在一起 对 但是老人家是不是把我们的 筷子一左一右 一左一右呢 对 对 来你看这个 一二三 好 所以要把它绑成一个十字架的话呢 就像老人家这样子 一左一右 来 把它插进去 打开 我们只要再把另外一个瓶子呢 这样子放上去 好来 大五四哥哥帮我们拿起来 会不会掉 不会 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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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将结合板块的木钉 固定好之后 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步骤 那就是以棉绳在木钉间 做S型或八字型的缠绕 并将棉绳于两端终点 拉紧注定 八字型的绕法 能够更稳定地压稳伐 而S型的优点 则是对木钉产生一左一右一 互相抗衡 一增加木钉与板子之间的摩擦力 这样就能使组装结构更为稳固喔 你看 就是因为这个原理呢 我们的达达达 拼上去之后 就可以卡得更紧 哇 拼板粥果真是导物智慧的累积耶 小朋友都已经了解 拼板粥的制作原理了 现在就让我们自己 动手来组装看看吧 拼板粥的船身是由许多块木板拼接而成的 板块的使用数量因人而异 而每块木板 因功能的差异 会选用不同的材质来制造 比方说 船的龙骨一定要扎实坚硬 所以我们就选用龙眼木来制作 而两侧船身选用芒果木或毛式木来制作 这两种木头密度较低 利于船在水面上图形 至于固定板块间的木丁 则选用桑胜木来制作 因为这种木头浴水会膨胀 能使木丁结合出更加紧密 这样造出来的船才会轻巧耐用又安全 今天从学习制作拼板粥的过程中 我们了解了刀路崩束 善用周遭环境资源的智慧 生活中有许多小细节 只要用心观察都能发现 蕴含其中的科学原理喔 耶 我们终于平衡好了 放过一下 加油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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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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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